炎柱是鬼沙队公认的九珠最强 这是在无限程决战爆发前的评价 后期的炎柱有了斑文 通透以及喝刀 其实力早已超越人类时期的黑死木 毕竟当年黑死木突发 这点就输给了炎柱 关于炎柱最强的称号 并非只是一套技术 炎柱为何是九珠最强 黑死木说出答案 过去三百年中 炎柱的身体锻炼强度 是黑死木见过的第一人 正因如此 炎柱才能轻松使用 鬼沙队最重的日轮刀 由心锤和披山斧集于一体 武器是加强炎柱的重中之重 其他柱的武器可以被上前破坏 但炎柱的并不会 不仅如此 炎柱还能将黑死木 六身淬炼的宝刀折断 其他柱没人能做到这点 封柱靠着吸血体制 可以和黑死木过几招 但若没有炎柱相救 封柱几招之后 就会被黑死木拒杀 尽管封柱在鬼沙队能排第二个队时 实力上还是差了炎柱一个级别 在黑死木看来 炎柱的强大令人可惜 毕竟很难活到天亮 若是变轨 便会有无尽的寿命来修炼剑技 很明显 炎柱变轨后的实力要超越黑死木 有了通通世界的加持 即使没有视野 也能共察到敌人的弱点 总结来说炎柱是被鬼沙队 身为九足最强的男人 这个最强称号不仅仅是依靠技术 黑死木表明炎柱的身体 强度300年未曾一剑 况且炎柱的武器精解纯度很高 被死木无法破坏炎柱的武器 其他柱的武器较为脆弱 而炎柱单挑会被锤断 谢谢大家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请点赞关注我 你的支持对我就是最大的动力